Section 6.4 Shortest Paths and Transitive Causers 我们这里想讨论的叫做Single Source Shortest Path的Problem 它是给一个Directed Graph 那上面的Edge的Cost或EdgeWay它是Non-Negative的 我们会讨论是Negative的话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先假设是都是正数的 那我们要计算Shortest Path from this source to all other vertices 那这个叫做Single Source or Destination的一个Problem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来讲 假设我们要从0到1 0到1事实上很多走法 让它有一个直接的Edge 这个Cost是50 不过它也可以这样走 先走到2 那2走到4 4再走到1 那这样的TotalCost是95 那另外一种走法是0到3 3到4 4再到1 这样加起来TotalCost是45 那所以它的Shortest Path或MinimumCosted Path 应该是这个 不是直接走最快 而是要绕过这里得到的结果是最好 那我们下面想来讨论 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出这些最好的这个Path 我们这时来介绍一下Diherstrad Algorithm 这是Diherstrad它的照片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Algorithm 它的做法跟Prims的Algorithm非常像 也是从一点开始出发 慢慢来找出所有的每一个端点 它的Shortest Path 那我们所做法是用一个Set叫做S 把这个Vertices 它的Shortest Path已经找到的 就把它存在这个S这个Set里面 那我们用一个Array叫DiSt DistanceArray 来把它的Shortest Distance 从这个Source这个Vertice开始的 到每一点的Shortest Distance 把它记录下来 它的Algorithm是这样子 那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SourceNode 放在这个Set的S上面 然后这个DistanceArray上面 所有的Distance 我们就设为无限大 然后我们开始 假设U是一个最近加入的一个Vertice 加到S里面 它的AdjacentVertice W 我们就对这每一个W 那个不在S里面的 就还没有找到Shortest Distance 我们就来更新它的Distance 它的更新方法是一样 我们跟前一轮的 它的Distance来比较 然后再从这个U 我们这新加入的U 看它讲说有连到W 它的Lens是怎么样 就经过U再来这里的 它的Distance 看哪一个是最小的 就变成它的Shortest Distance 然后我们从我们的DistanceArray里面来看 我们找出那些 不在S里面的那些Vertice 它的Cost是最低的 在DistanceArray里面是最低的 把它交到这个Set的S里面去 那我们就重复二三这个步骤 然后直到说所有的Vertice 都被Include进来 那就表示我们完成的DiHerstra's Algorithm 用这个Example来示范一下 怎么做DiHerstra's Algorithm 这是一个Directed Graph 我们假设SourceNode是0 所以我们把0先列出来 这是我们的DistanceArray 我们自己这个Node它的Distance是0 我们从这里0到1 0到2 0到3 它的Distance就是这个Edge的Distance 我们就把它列下来 其他到不了的地方 它就是无限大 那我们从这里0 因为已经进来了 我们就从其他的Node里面 找出它Cost是最低的 最低的就是3这个 所以它的Distance是10 我们就把3选进来 然后再来我们从3这边开始 它回到0 不过这个已经走过了 所以它到4 4是我们下一个 所以到4的距离 我们这边是10 再加15 它就25 1、2不是3到得了的地方 所以它Distance就不变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1、2跟4 这些Node里面 找出它的Cost最低的就是25 我们就把Node4把它加进来 Node4加进来以后 我们再从Node4 它会到1 再到2 到1到2 那我们看到1的它距离 总的加起来 经过4的话 它是45比原先的低 所以我们就把它update成45 那我们现在就有1跟2 这些Node 它比较低的Cost是45 所以我们就把Node1加进来 Node1加进来以后 我们再从1开始 那1可以到2 它的Cost现在是55 没有比原先的低 所以原先的就留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有2还没有被include进来 它的Cost最低是45 所以我们就把2把它include进来 那剩下一个就是5 可是5是2也到不了的 所以其实2直到4 我这已经弄过了 那5是到不了 所以0没办法到5 它distance是无限大 所以我们下一个是把5include进来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DiHertra Algorithm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example 这是一个directed graph 假设我们从4开始 所以我们把SourceNode4弄在s上面 那我们计算它的distance 那4可以到哪里呢 4可以到3到5 自己是0 所以到3是1500 到5是这250 我们从这里面自己不算 那其他的最低的Cost就是Node5 所以我们把下一个就把Node5把它include进来 我们再从5开始 5可以到3到7到6 到7到6我们可以算一下 不过从5到3 我们这整个Cost加起来是1250 比原先的低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update在这里 那6的distance 到6的distance 就是250加9900 是这个Cost 到7的话是250加1400 就是1650 那我们这几个 4、5不算的话 那最低的Cost就是6 所以我们下一个把6加进来 当6加进来以后 那我们再从6它可以到7 6的distance原先是1650 再加这个是2150 那到7 那原先从5开始 这个是1650是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用update 好 那我们456有了 那我们其他能到的就3跟7 3跟7里面比较低的就是这个1250 所以我们下一个要把3include进来 3include进来以后 那我们就从3开始 3可以到2 所以3原先的距离是1250 再加这个1200 那2原先是无限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update它成2450 所以3456都有了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从2跟7里面来考虑哪一个Cost最低 那7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就是把7给include进来 那7include进来以后 我们就update它可以到0 这个node 所以到0这个node它再加1700 所以0它的这个Cost会变3350 那我们现在唯一还没被include进来 就是2跟0这两个node 它的Cost比较低的是node2 所以我们下一个就是把2把include进来 2include进来以后 2可以到0 2可以到1 那2到1 1是第一次到 2的Cost 2450再加800 那到1的话 我们也是2450再加1000 1000的话3450是比这个高的 所以我们这就不update 我们这边3250 那我们剩下的就剩这两个node 那Cost比较低的是node1 所以我们就把node1给加进来 那node1加进来以后 我们就update0它这个Cost 再加300 再加300 它Cost还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维持3350 所以下一个就是把0这个node再加进来 那我们这里就include所有的node 那这个distance就是我们的shortest part 从source node4到每一点的它shortest distance 我们这次来看看the extra algorithm 它是怎么implement的 我们这个function我们叫matrixW-digraph 它是用matrix来记在node跟node之间 也就是每一个edge它的一个weight 所以是一个full matrix W代表它是一个weighted的一个directed graph 那我们要找的是shortest part 那我们假设里面有n个node n的vertex 它的那个source node是b 这是它的意思 那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 把每一个做initialization 我们用一个set 每一个node这个s先定为force 就没有东西是include在这个set的s里面 那它的distance 因为我们就从这个source node开始 那source node到每一个node 这就是它的initial distance 那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source node 因为它一定要include进来 所以我们把它set为true 表示它是在这个sset里面 那它自己的distance就是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把其他的n-1个node把它include进来 所以我们要做n-1个iteration 我们在这里我们用一个choose function 我们没有写它的implementation 它基本上就是从这个distance array里面 看它的不在这个set里面 所以s of u它是force的 可是它cost最低的 把那一点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它set为true 就是把它include到这个set的s里面 那我们这里用最笨的方法 把每一个node都走一次 假设这个node它不在这个sset里面 然后我distance 就是我新加进来的这个vrtex 在这个node的u 再加上u到w它的distance 假如小于我上一轮的它的distance 我们就把它更新 那我们就是预备 我们现在加进这以后 我distance array它的值会改变 那我们再做下一个iteration 那这就是一个蛮直观的 一个dihestral algorithm的implement方法 事实上这可以做一些改进 改进的方法就由同学自己去构想一下 那这里整个的compressity 总共是order n² 主要这个loop它要做n次 那这个跟这是平行的 那每一个也都要做n次 所以它加起来还是一个order of n 那wire chain是一个order of n 所以它是n跟n会相乘 所以或是order n² 这是它的compressity dihestral algorithm 它可以用在directed graph 它有negative cost edge 就像这个它有negative cost edge 它是可以的 不过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这个directed graph 不能有一个negative length cycle 像这里是一个negative length cycle 假如是这样的话 它会发生一个现象 它就一直在这边走绕圈圈的话 它distance就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infinity loop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可是它假如没有negative length cycle的话 那我们dihestral algorithm还是will work的 我们现在讨论怎么样产生all pairs shortest path 那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是用我们前面所做的dihestral algorithm 我们就轮流将每一个vertices 当作它是source vertice 然后来找从它开始到其他的shortest path 所以我们把每一个都走过一轮 走过N字以后 我们就可以产生all pair shortest path 那另外一个比较稍微有效的一个作法 叫Floid-Walshaw's algorithm 它的作法是用一个matrix的计算 我们假设我们先initialize一个matrix a的负义次方 它里面每一个matrix的element 就代表着从i到j它的那个length edged的一个length 那我们会做一个计算 一直计算到a的n减一次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i到j的shortest path 那因为它是一个full matrix 所以我们就有所有的all pair的shortest path 那计算方法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akmatrix上面每一个element的值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从i到j的一个shortest path的length 可是它所走过的vertex 它的number index没有超过k的 我们用下面这个来解释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它的计算方法是一样 我们每次就拉一个nodek进来 那所以我们拉进来以后 我们看我们前面所计算的 我们前一个iteration 我们会有一个i到j的distance 那我们从它里面i到k 那k到j 就是我们经过这个card path 假如它会比较低的话 那我们就来更新我们这ak的这个matrix 它上面的element的值 这就是它的意思 这就是它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每一个都走过一次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all pair shortest path 这个Floid-Washers algorithm 其实它概念非常简单 就每次在计算a k这个matrix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找一个是没有经过k的一个pass 一个是有经过k的pass 因为这是唯一的两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这个计算方法在做的 所以我i到j 从这个图示来看 假如我们前面没有用过k的话 它的pass是cost最低的 我们当然就选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要经过k以后 我的pass它的distance是比这个低 那我们就选这个 那下一轮我们就recursive的找出到最后的all pair shortest path 我们下面用这个简单的例子 来演算Floid-Washers algorithm 首先来看这个a的负义次方这个matrix 因为每一个node到自己都是0 所以我们这边先把它列为0 那我们才从每一个node 我们看它到 比如说0到1 0到2 0到1它distance是4 0到2是11 所以411在这里 那从1的话1到0是6 1到2是2 1到0是6 1到2是2 那2的话它只到0 这是3 它没有到1的 所以是3 然后这是无限大 这是我们initial的这个a matrix 好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要经过这个node0 那0我们自己就不用走 所以我们现在关心的是2到1 1到2 这个distance 所以我们来看从2到1 那我们假设我们从之前的2到1 再经过2到0 0到1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从里面把它指掉出来 从2到1 2到1它是无限大 这是无限大 那我们改换一下 我们从2到0 2到0是3 那0到1 0到1是4 所以3加1是4 所以我们后面的是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得到7这个值 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要改掉 然后1到2 1到2 1到2 我们之前的是2 那我们现在从1到0 1到0是6 那0到2是11 1到0 这个反而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会选前面这个就是2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来更新 我们之前走过0的这个node 我们的shortest part distance 只有这个会更新 那我们现在要走1 所以我们要算a的1次方 这个matrix a的1次方 那我们一样 那因为我们这graph很小 所以1它自己就不用再算了 我们现在关键的是0到2 2到0 所以我们现在先算2到0 2到0 我们就从前一轮的2到0 那我们现在是2到1 1到0 这个距离 那这里就把它的值把它抄下来 它是3 那我们现在2到1 2到1是7 我们就把7抄下来 那1到0 1到0 是6 所以它比较小的是前面这个值 所以它是3 那0到2 我们也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 那0到2 0到2 原先是11 那我们现在就改成0到1 1到2 0到1是4 那1到2是2 所以4加2是6 这个比较小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更新为6 我们就得到这个 A1次方它这个是6 那我们01都有了 我们现在要算A2 A的2次方 A的2次方 那因为2 我们自己不用算了 我们就算0到1 1到0 所以0到1 我们把前面超过来 它是4 0到1 那我们现在改成0到2 2到1 0到2 0到2 0到2是6 我们把6抄下来 2到1 2到1 2到1是3 这是9 所以它比较小的是前面这个 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是4 那1到0的话 原先我们把它抄下来是6 那1到0 我们现在改成1到2 2到0 那1到2是2 那2到0是3 2加3是5 所以它比较小 所以我们要把它更新成5 这是比较小的一个值 所以我们到这里 我们到A的2次方 我们就全部就完成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shortest path 从每一个node 到每一个node 的shortest path distance 我们现在来看Floid-Warshaw algorithm 它的implementation 那我们一样给它这个class 它的function 我们叫all length 它有N个node 那第一个我们就先做initialization 把这metrics做一个initialization 那它的initial value 就是它Length 就是ij 那我们就照我们刚才的k 从0到n-1 这里 我们就把ij这个pair 我们走过一次 我们现在要计算 从i到k k到j 合起来这个distance 是比我们现在还小 想要是的话 我们就更新这个distance 所以写起来是蛮简洁的 那我们来看它的complicity 那这个for loop 这有n个 那这有n个 那这有n个 所以这是o的n square 那这里因为有三个loop 每一个都是n个 所以我们总共的和complicity 是n cube order n cube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transitclosure 它代表的意义是我们想知道 任何两点之间 是不是有个pass存在在当中 那我们有一个符号叫做a plus 这叫transitclosure matrix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它的animateij会设为1 假如说有一个pass从i到j 它的passdance是大于0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设为1 其他的我们就会设为0 另外一个叫reflexivetransitclosure matrix a star a star它的计算方法跟a plus是很像的 唯一的就是这个animateij设为1的话 它这个passi到j是存在的 而且它的lens是大于等于0 是包括0的 那其他的就设为0 那基本上可以把froid-washer的algorithm 把它稍微改一下 我们可以从我们之前的这个transitclosure 它计算得到的结果 ij的结果 那跟我们经过k i到k,k到j这个pass的结果 去把它end起来 我们再把它all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那事实上我们 假如是a plus的话 我们可以从前面froid-washer的algorithm 所计算的shortestpass的那个结果来看 那假如说在上面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它是lens是大于0的话 表示它一定有pass存在在两个当中 不过那个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办法来算reflexive-transitclosure matrix a star 那主要就是每一个node 它除非有一个loop能够loop回来 不然的话它基本上本身在froid-washer的algorithm 算出来它都是0 所以那个就不会包括在内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只有四个node 这假如说做a plus transitclosure的话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注意一下 因为0只有出去它回不来 它这边是0 那3的话也是它没办法再回来 所以它是0 那1因为它可以透过2再回来 所以它有个pass 它是1 那2也是一样 它透过1可以再回来 这有个loop所以它会是1 那2到1 2可以到1 那0也可以到3 它从这里到3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那3因为它是sync 就是所有只到这里 只进来它没有出去 所以它就这边全部是0 我们这是transitclosure的结果 那我们讲的是reflexive-transitclosure matrix的话 我们这个0跟3 这两个就会包挂在内 因为它distance是0的话 我们也把它包挂在内 这是唯一不一样的 那1 4 5 5